这么多年了 还没见过大师兄这眉头 君墨 熟吃哪里不好 反正我就觉得桑桑比较好 这么多年 你还是那个执人死里的热血少年了 大师兄要不要看看我这些年的长进 李漫漫和君墨竟在后山起了争执 眼看即将剑拔弩张 其余十位师兄弟皆纷纷退让出去 而这一切皆是因为自家那小失地 宁缺从荒原历练归来 竟把墨珊珊一块带回了长安 桑桑见到少爷本事欣喜如狂 拿想身后却还跟着一个绝世美娇娘 墨珊珊的美彻底惊艳了桑桑 甚至来不及和宁缺爱的抱抱就溜回了厨房 就连陈皮皮见到珊珊心中都起一声惊叹 桑桑文言心中愈发感到难受 这女子长得貌似仙女也就罢了 这名声还如此的响亮 一时不知从何处起了那一丝凄凉 心中困惑独自找到这红袖招的姑娘 这女子一听便已是知晓 墨珊宁缺可当真会玩 出去偷吃一遭还不忘打包 珊珊姑娘挺好的 那你到底算她的什么 因为她做的已经够多的了 她在荒原招风影蝶 怪不得这么久都不愿意回来 你再这样你就 你就只能当个妾 桑桑不是妾 桑桑就是桑桑 少爷的桑桑 女子一言如真盲 深深刺痛了桑桑 可那又怎样 自己不过是少爷身旁的侍女 少爷终究是要找少奶奶的 宁缺哪里会知道桑桑心中所想 自顾着带着墨珊珊领略这风情长安 情已至 爱正浓 听着墨珊珊安抚的言语 宁缺只觉眼前之人才是终生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 把眼睛闭上 对 把眼睛闭上 就看宁缺从怀中掏出一副眼镜 自从知晓墨珊珊视力模糊之后 宁缺可是煞费口心 找到自家两位师兄 帮其用水晶打造这样一副眼镜 喜欢吗 喜欢 你现在终于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你一直在我眼里 我曾说过我喜欢你 我记得 我也要你喜欢我 我喜欢公平 那你喜欢我吗 喜欢吧 就如此 两人在雪地中一直到天明 却不知桑桑在家中 做好了饭菜苦等一夜 待两人回到这老笔斋 墨珊珊还在回忆昨夜的温情 一时间忍俊不惊 在宁缺的脸上狠狠地做了一口 这一幕恰好被躲在屋内的桑桑看到 想来半军十四年 终要在此刻了结 晚上桑桑从阁楼中取下两个碗瓮 其中装的正是颜色和魏光明的骨灰 见到如此 宁缺心中更是气愤 若不是魏光明当年命令下吼 来到那郊外青山 宁缺让桑桑离自己原点 他可不想让这师父的仇人 与自家师父一同埋葬 可桑桑却懒得理会宁缺 自顾自地将魏光明葬在颜色身旁 毕竟两位老者在临终前可曾说过 并列排放 将来可作纳邻居 桑桑没有再说下去 多日来的委屈再也不能压抑 只是他知道自己不能这般娇气 调整好了心情又追赶上宁缺 哪想宁缺此刻并没有赶走桑桑 而是从怀中掏出了一定明两 轻轻用力便将这银定揉成一团 桑桑心中不紧 却看宁缺紧接再次用力 七眼眸中忽然闪起一道红光 桑桑转身便逃离了宁缺 却不是因为宁缺入魔 少爷依旧是少爷 管他是不是圣明王之子 他只是心中难受 少爷从此不再指示他的少爷 最后一次替宁缺洗了玉卒 将这老笔斋打扫了一尘不染 看着熟睡过去的宁缺 脑海中再次浮现墨珊珊那绝美的脸庞 闪闪姑娘真的好好 收拾好了行囊 最后看了看着老笔斋 纵使心中万般不舍 可桑桑依旧转身离去